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和大家一起读蒙古秘史 我们继续 第三次南征 今天是第52回 折折运都山之战 本节目由西云果蔬粉赞助播出 为了健康 大家跟着掌柜 咱们一起走北京 上一回 是吧 咱们讲完了哈兰珍沙陀之战 哈兰珍沙陀之战和折折运都山之战 其实是紧连着的 中间差不了多久 很多书其实是把这两战作为一个战役 就是有人把它称为哈兰珍沙陀之战 而另外一些人叫折折运都山之战 是掌柜把它们分成了两部分 先有一个哈兰珍沙陀之战 而后有一个折折运都山之战 我觉得把它们分开了讲啊 这事才能讲得清楚 到底 这成吉思汗和王寒 他们谁有理 刚刚讲完了哈兰珍沙陀之战 史书当中很牛的 这一战哈兰珍沙陀呀 王寒是以淤林阵 攻击成吉思汗的星月阵 蒙古秘史当中讲得很简略 这就是我们上回讲的 这是蒙古人的伤心之战 最终呢 最终王寒因为一念之差 没有在战胜以后追击铁木阵 成吉思汗 这才逃进了洪奇拉布 蒙古秘史的第176段 成吉思和汗 听说在和乐和和 流入捕鱼尔海子的发源处 住有提尔格 阿密勒台 这都是原来翁吉拉布 翁吉拉布的人 就说这些翁吉拉布的人 从古至今都以男容女貌文明 就是男的相貌都很 就是很帅 女的都是美女 就这个意思 去小玉他们 大概可以招降的 是吧 如果反抗就攻击他 命令主日车带 领着乌鲁乌蒂布的百姓 去招降了翁吉拉替人 翁吉拉布 成吉思和汗 对投降的翁吉拉布 没有丝毫去惊动他们 其实是吧 在这儿遇到了翁吉拉布 实际上在很多历史书当中说 成吉思汗以后 就是穿过了翁吉拉布的房区 是吧 绕路又又返回了布尔汗山 翁吉拉布支持 成吉思汗这是应该的 是吧 成吉思汗是翁吉拉布的女婿 翁吉拉布是成吉思汗的 这叫什么 外公家 是吧 这是成吉思汗和翁吉拉布 是有着血缘关系的 所以现在他们支持成吉思汗 一点都不奇怪 王涵因此失去了全歼 成吉思汗的机会 王涵不再追击 这个原因很复杂 一方面其实是因为 与金国的关系问题 对成吉思汗发动战争是一回事 对翁吉拉布发动战争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什么 这个红吉拉布 这个书里叫翁吉拉布 是吧 叫翁吉拉布 红吉拉布 是金国势力的 翁吉拉布是最早投降金国的 他跟金国的关系是非常近的 王涵是没有准备向金国宣战的 也没有这个胆量 再一个 他自己很清楚 是吧 现在自己越远征 离克列布越远了 是吧 克列布现在是什么形式 自己出来远征 家里会怎样 他自己心里有数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既不敢对金国开战 去攻击翁吉拉布 又担心战争一起 耗时太长 自己家里会出事 所以王涵这边就停止进攻了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后面 后面有个第177段 这一段很长 我也不读了 是吧 因为别太当真 是吧 这一段大家别太当真 应该根本就不是那样 不是成吉思汗的正义言词 阻止了王涵 是吧 书里是这么说的 第177段 就这个意思 成吉思汗给王涵写了一封信 不知道用什么语言 反正这是说 带去一句话 成吉思汗指责王涵说 说你怎么能违背誓约呢 是吧 这么一指责呢 王涵就害臊了 所以就撤军了 其实不是那样 是吧 真实情况是什么 真实情况是到现在 成吉思汗已经牛不起来了 正相反 成吉思汗现在啊 现在放下架子 向王涵承认了错误 哪一句呢 承认错误那一句 就在现在的第177段当中 就是提到了说 一辆马车两个轮子 王涵您是那马车 我跟三坤兄弟呢 我们俩是那俩车轮 你早这么说 就打不起来了 是不是 这就是成吉思汗在原本的基础之上后退了 两个轮子 现在就已经承认桑坤的地位 再不说什么 你乐和桑坤了 不再说那个你乐和桑坤了 就是承认桑坤 是王涵的接班人 最关键的是承认王涵的地位 不是说王涵以后这个家归谁了 而是强调 现在王涵是马车 只要王涵活着 王涵就是马车 我是车轮 而且是两个车轮之一 一句话其实就是 就是克雷布不再是我承认思汗的 而是王涵您的 您将来决定 哪个 哪个车轮 接班就是哪个车 实际上 你看承认思汗 逃进了洪杰拉布 同时呢 同时向王涵认错 换取了王涵撤退 这样给了承计思汗 以喘息之急 最后呢 就是书里的178段 王涵 蒙古秘史 当然是向着承计思汗说的 蒙古秘史当中 把王涵的这个撤军呢 是这么说的 这是第178段 王涵听了这话 就说 就是说承计思汗 指责他违背誓约这话 听完以后就说 哎呀 我离开了我的好儿子 丧失了不重的威信 我和可贵的儿子分裂 做下糊涂的事情 这样后悔着说 现在我看见我儿铁木针 倘若再有 我再有坏的心思 就像血流出不凡 说着就发誓 用剑刀刺穿小指 把流出来的血 装进小画皮筒里 说把这个血 拿给我儿铁木针 就打发人送去了 王涵家里不安 是吧 又怕惹起 惹 经过惹不起 是吧 家里又不安 所以拿铁木针 真的没办法 铁木针又认错了 手下的人 现在都不愿意继续打 因为什么 继续打下去 真跟铁木针较劲 就伤亡惨状 打下去得不偿失 难熬的最后五分钟 真的是 是对双方来说 都是巨大的煎熬 现在谁能想到 说哈兰珍沙陀之战 跟着会有 折折运都山之战呢 说这场战役 现在有谁想到 会以成吉思汗的胜利告终 根本就想不到 此刻其实完全看不到 好像这哈兰珍沙陀之战 就这样 以成吉思汗的彻底失败 落幕了 这一幕 你就是以后 你看德国装甲师 在1941年的秋天 发动闪电战 当斯莫伦斯克的炮声 渐渐平息 希特勒现在宣布 已经战胜了斯大利 但是战争没有结束 因为成吉思汗还在等待 还在忍受着漫长的五分钟 战争就是这样 不是你说结束 就能结束的 对于成吉思汗来说 现在的形势 真的是非常艰难 重振蒙古部落的任务 非常艰决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信任 是信心 大家跟着你混 因为什么 因为你成吉思汗 不是战无不胜的神吗 是吧 说你现在失败了 那怎么说呢 这个时候 成吉思汗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 千万别犯傻 别说来个自我批评什么的 我高风谅节吧 我高风格 我承担所有责任吧 可不是这样 这样的话 你就不是战无不胜的 所以战败以后 第一件事 成吉思汗干什么 甩锅 是吧 不是甩锅给敌人 你越甩锅给敌人 越说明敌人强大 不是甩锅给敌人 而是要说 不是敌人打败了我们 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 蒋先生那句话 是吧 是我们自己出了叛徒 所以战败以后 第一件事要清洗叛徒 清算内部敌人 其实这甩锅 是吧 不是外敌打败了我们 是我们自己内部不团结 这就是蒙古密史的第179段 第179段也挺长的 咱就不读了 我就给大家说说是是怎么回事吧 因为这个这个很怕 现在很怕蒙古人发表讲话 是吧 这蒙古人讲话 好像很长啊 其实呢 就是说 第一是指责詹姆河 是吧 我小时候 咱俩小时候的交情 是吧 现在一笔抹掉 你现在背叛了我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 是指责那两个 是吧 谁呀 阿拉坦和胡萨尔 是吧 你们两个叛徒 你这玩意儿背叛我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这个成吉思汗 是人才 是吧 和王涵构合以后 第一件事 清算内部 清算叛徒 这个时候只有清算内部 才能稳定军心 稳定队伍 叛徒清算了 内部就团结了 我们战败的原因 就算是找到了 于是信心就恢复了 还有一件事 大家注意 要要恢复人心 就需要怎么样 引进外援 你看成吉思汗 从这个时候开始 从这个时候 开始使用 一个词 这就是书里提到的 叫阿乌蒂忽里 成吉思汗 现在开始叫 阿乌蒂忽里 成吉思汗 这个称号 以前没用过 是吧 但我们提到过 但是没用过 你找一找在哪 是吧 阿乌蒂忽里 这个称号是什么 这是经国人 对封当年 封成吉思汗的 封号 从这个时候开始 成吉思汗 在这一次 被王涵击败以后 开始使用 阿乌蒂忽里 阿乌蒂忽里 成吉思汗 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 就是你看看 我们是有外援的 我是经国的官员 我有经国封号 再加上你看看 我老丈人 是吧 我外公家 这都是响当当的经国帮 所以 所以咱们现在 跟大家说 咱们现在不怕王涵 咱们有后撮 别怕他 我们后台硬 王涵再牛 他也惹不起经国人 你看清 清算了叛徒 是吧 这就是 这就是找回了自信 跟着呢 找到后台 这腰杆就硬 是吧 有信心了 内部稳定 下一步干嘛 内部只要稳定 你看这成吉思汗 开始折腾 哈拉珍沙陀之战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争夺的是什么 没有比成吉思汗 再清楚 下面还得继续 这件事 没完 不是王涵 说不打就不打了 以后大家注意 跟蒙古人打交道 真的就应了那句话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要让成吉思汗惦记上 您这东西 就算是已经丢了 最可怕的 就是没接没完 王涵这就回家去喝酒了 成吉思汗可是 可是要下手 是吧 下手的前兆是什么 蒙古人真的要对你下手 前兆是欺骗 以后每次蒙古和周边民族大战 都是从战略欺骗开始 是吧 只有是是不是忽悠住了的问题 没有忽悠不忽悠你的问题 全忽悠 是吧 是忽悠 跟着你看着就开始忽悠王涵 蒙古秘史的第181段 这段也长 不读了 180 181 182 这是连续三大忽悠 说说就得 181段 是吧 大家听听 这一段是对桑昆说的话 对扎姆和桑昆 承吉思汗说了一句话 说了一些话 但是大家有书的朋友可以仔细看看 就是这些话 其实是服软 是认书 是所谓的 讲和谐 其实核心话题 是要麻痹王涵 这些话 你直接去跟王涵说 可能效果不大 如果这话直接说给王涵 我觉得效果可能没有现在好 直接跟王涵说 不如让王涵通过其他人的嘴 听说 然后呢 然后就不仅仅是忽悠王涵 还忽悠了王涵身边一个大将 就是阿涵林乐 托 托韩林乐 托我托韩林乐 这个人 这个人和和王涵同名 不是同一个人 是吧 忽悠这样一个 王涵身边的一个大将 就是对王涵身边的人 去分化瓦解 然后到第182段呢 就忽悠人 忽悠到什么程度 忽悠到一帮 你看根本和王涵 就没关系的人 这是一帮商人 和经过贸易的商人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托我托我托韩林乐 是吧 托我托韩林乐 和这个 这帮商人 这两拨人 在蒙古密史当中 被特别提起 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历史当中 没有提到他们 原因是什么 原因我这样想 可能跟一个谜有关 就是马上要讲到 折折运都山之战 折折运都山之战 这里有个谜 各种史书中 都没有提到的 就是你想 无论是科列布王涵 还是扎木河 这都是偷袭高手 而最后 王涵的大营 怎么可能不设防 怎么可能轻易的 遭到铁木针的袭击 在其他史书当中 没有给出答案 但是在 在蒙古密史当中 大家注意 提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托沃林的 这是王涵身边 负责警卫的大将 再一个 提到了一帮金国商人 王涵的看门人 被承继思汗忽悠 然后呢 然后经过王涵驻地 经常要去觐见 王涵的商队 也被承继思汗忽悠了 最终 他们在这场偷袭战中 发挥了什么作用 其实不言自明 是吧 七夕白虎团 是不是 下面呢 蒙古密史的第183段 到185段 是吧 讲了这个 折折云都山之战 折折云都山之战 讲的比较复杂 我觉得不如 不如史书啊 讲的 讲的精确 和和简练 史书当中 怎么说的 史书当中 说的很简单 来而不往非离也 是吧 史书当中 这个折折云都山之战 很简单 就是承继思汗 趁着王涵通械 松械 突然在折折云都山 偷袭了 王涵的营地 结果一战成功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王涵放过了铁木针 但是铁木针 回头一口 就把王涵 咬死了 这一战呢 是吧 其实是两战 是吧 这两战 在以后的 阿拉伯人的历史当中 就是说 做出了深刻的检讨 而不是检讨蒙古人 是阿拉伯人自己在 在检讨 他们为什么战败 是吧 这两战都是远程偷袭 一次是王涵 偷袭 铁木针 再一次是反过来 铁木针 偷袭王涵 都是教科书似的 以后竟然在 在蒙古已经 已经有过这样的 大战的记录之下 阿拉伯人还会上当 还会遭到蒙古人的偷袭 后来阿拉伯人的检讨是什么 是因为所有蒙古人的 这些战略 都是从欺骗开始 然后奔袭 是吧 特别是 以后的阿拉伯人 记录了这个 这个成吉思汗 他们战争的主要阵法 王涵的鱼林阵 和铁木针的散兵线 就是阿拉伯人 管他们叫星月阵 进攻的时候 以后啊 蒙古人以后 就这两招 一个鱼林阵 一个星月阵 就这两招 一招先吃遍天 更何况两招呢 进攻的时候 蒙古人就是鱼林阵 是吧 防御的时候 就是星月阵 逃跑 逃跑就不讲究阵法 逃跑 逃跑各自为战 跑出去算 就这样 大便天下无敌手 折折运都山之战 后来打了三天三夜 主要是穷追不舍 成吉思汗 可不会和王涵那样的错误 一旦成吉思汗得手 就会把王涵 追到天涯海角 绝不松嘴 最后王涵被追击的 在草原上无处存身 没有人敢收留王涵 因为什么 丧家之犬 有没有人收留 要看村长的意思 谁是村长 现在整个草原的村长 是金国人 王涵因为以前阻断商路 已经引发了金国人的愤怒 王涵于是只能不断的逃 草原虽大 只要你得罪了金国人 一旦你走了背字 你将无处存身 王涵最后投奔了奶蛮人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明天啊 不是明天了 下周一 我们继续 欢迎大家 加掌柜的微信公众号 掌柜说历史 汉语拼音的全拼 掌柜说历史 从明天的周四 周四咱们 咱们的这个 这个 颐和园长廊故事 恢复播出 他们这是停了一个月以后 继续播出 欢迎大家去参加掌柜的 周四晚八点 我们走走 颐和园长廊 这一回呢 这周 听掌柜在胡光山寺供艺楼 给大家讲讲 情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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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